最后我们讲一个在零件造型里边对于2011版本来说新增加的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这个,看到吗?在这儿呢 实际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拉鑫这个命令,因为它实在是用的次数太多,而且太基础 现在我们看到原来一个,两个,三个,第四个出现了第四个,这是个新的 这个新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点中了这个以后,它会有一个新的界面拉出来 大家看到是俩距离,一个10一个5,就是说我们就这么着了,一个10一个5 这个是啥意思呢?这就是10和5翻过来,这个是第一个距离 就是向着我们比较近的这个面的距离是5,然后另一个面是10 把它呢就是翻过来,底下的面是10,上面的面,底下的面是5,上面的面是10 然后再来翻过来,上面的面5,底那面是10,是这么着 说实在话,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翻过来,其实我在这说不就完了嘛 就不知道了,这样的话呢,都容易给大家造成一个不太清楚 就是你脑子里可能,你的脑子因为跟软件本身的想法,现在还不是很合拍 所以你会不太清楚,就是说你给我这个箭头就应该是第一个距离行不行 然后反着箭头方向是第二个距离行不行?它不是,它是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那个箭头呢,我们看它那个箭头到底是什么呀 我们翻过来看看啊 这两个箭头原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呀 是一样的,只不刚才打着没看见而已 那于是呢,等于说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界面中很难确认这个我们到底是哪个方向是对的 那怎么办呢,实际上呢,这个反向这个按钮,我建议大家就 我们就不讨论它了好不好,我们也不,认为它没有就完了 那有人说,那你告诉我,说它有方向,因为两边可能不一样 那我现在说到底是哪边的呢?你说跟箭头的方向走 然后你又说箭头又一样的,看着是一样的,那怎么办? 它这么着,当我们把输入放在这的时候 这有一个箭头,这个箭头呢是带色的 这个箭头是不带色的,咱们仔细看看啊 仔细看也不行了,怎么着都 就是说它大不了了,这么着啊,好了 好了,再回到这了,看到没有 这个是带色的,这个是不带色的,对不对 当我们把光标放在这的时候,看到没有 底下是带色的,上面是不带色的 是这个意思 还说不对,说你上面不带色的 但是这个字可在上面,咱们看看啊,把它变成一个2 看看谁2了,这会儿这2下来了,对不对 在这来,说你这个10是说的上面还是说的下边的 你先不要太在意它在哪放着 你主要你看这个箭头 说这个10,我们给它改成了8了 你看它不上去了吗? 这只是一个在跟随动作上略为有一点滞后而已啊 好了,那就说我们双向不对称的双向拉伸的 不对称的尺寸本身,我们可以通过把输入放在某一个这个输入框里边 然后看那个箭头哪个是有颜色的,哪个是灰的 来决定我们现在的方向到底是说的是谁 我们这个事说的到底是谁,这是第一个 比如说上面我们12毫米,这个12毫米,底下那是5毫米 好了,这个说完了 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更多 更多里边的拉伸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上边呢,要求要负的5度 这个事做完了,下边呢 下边呢,比如说我们是负的8度 这样的,然后确定 那我们现在这个拉伸就做出来了 这个是双向不对称的拉伸 一个负5度,一个负8度,一个12,一个一个 对,都一样 然后呢,我们现在想另外一个问题 我建议大家要注意 因为双向不对称拉伸特征 仍然也可以作为多实体成员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它双向不对称这个双向是一个实体呢 还是两个实体呢 为了验证这一点 我们可以先删除它,草处特征保证 然后我们先做一个东西 在这个,双向对称拉伸,确定 在这个,双向对称拉伸特征保证 在这个,双向对称拉伸特征保证